先睡好觉说话太多伤阴耗气 因此 对于慢性咽炎不仅仅要清咽顺喉 还应补气滋阴 可又生黄旗 生山楂 漫门冬 胖大海等泡水 带茶品饮山楂同时 下班后注意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 睡眠不足也会影响嗓音质量 此外 咽炎的本质是声带过度劳损 如果再加上咽酒 辣椒的刺激会让咽炎加剧 反胃一试使沉皮经常头晕 反胃呕吐 去医院检查也没有问题 这种情况在中医看来 可能属于胃气上腻 有些人平常吃饭超量 胃能及时消化 在胃肠形成时机阻碍胃气下降 所以在吃食物极易反胃呕吐 陈皮这种人一般会伴有腹部胀满 大便秘结 因此 对此种情形应当何谓降腻 平时要控制食量 可以尝试用陈皮 生山楂等泡水带茶品饮 受腰以按摩 带麦每天做办公室十几个小时 导致腰部发胖 要享受腰 每天要早出必要的时间进行健身锻炼 同时减少食物总摄入量 才能保持离祖的体重 另外 可以经常点按一下肚子上的中腕学 按摩腰部的带麦 有帮助消除腰部脂肪的作用 带麦嘴巴上火一先掉心工作时 如果心烦意乱 容易形成心火 心火发于口舌 所以会出现 心筋又寻醒于烟部 故同时出现烟痛 对于这类人群应当从清心卸火进行调理 一方面多吃寒性食物 如番茄 芹菜 萝卜 白菜 西瓜 苦瓜 冬瓜 另一方面少吃辛辣热性食物 比如牛羊肉 韭菜 辣椒 大蒜 此外 保持心态平和也很重要 番茄酒后 避免吹风 晚上喝很多酒后外出 或者在车上又感风寒 回家之后 醉握不起 肢体或面部受压迫 急易造成气血 执行受阻 醒后自然出现麻木 因此 夜间饮酒的人 要注意控制酒量 酒后防风寒轻装 睡觉时不要压迫肢体 因此 更好 瘦 梅 不 短 不 还 若 老 室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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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